行 我正通人问房电号 你别急 别愣 博总 他们就在楼上 我到了 房卡呢 到手了 话说回来 这个就渣男 真真是个渣男 问你行一天 是装都能跑出去和见女人开房 我有局势 让一下 查到了没有 米勒 别磨叽 房电号 8106 8106 好啊 我弄死他 巧啊 博总 咱们也是8106 婚礼前夜出来捉奸 长得这么好 也别绿了 有意思 先生 既然都是头顶清清早园 有兴趣一起 捉个肩吗 行 那8106的房卡 需要吗 谢了 兄弟 博总 这姑娘去桌间都气场十足 看来不需要咱们帮忙了 原来是我的未婚妻啊 怎么 耐不住静 来找我姐妹 周少 你说了今晚要陪我的 讨厌 周佳南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啊 明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怎么 你不会 是想要我给你守身如玉吧 呀 周少 这就是明天要和你结婚的周太太呀 什么周太太 不过是个落难千金吧 怎么 昨天晚上不让我睡 现在想明白 骂子 走开 打老子 骂子敢打老子 走开 滚 别拿你的脏手碰我 我告诉你 我想伤你 是你的福分 给脸不要脸 周佳南 你给我归远一点 滚啊 别碰我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就今天 就当时我们新婚之夜吧 滚 放开 放开 别碰我 放开 别让你的脏手碰我 来 这么劲爆的场景可是难得呀 周少的新婚姻 走开 怎么也要好好的记录下来吧 走开 君小姐这样子好可怜呀 迦南 你可别把人家玩坏了 走开 走开 起来 劈手 哟 博弈 这不是我那个短命未婚夫吗 怎么 你也出来找乐子呀 你 秦夕啊 婚礼前夜 不甘寂寞出来找小白脸 你在我面前立什么贞结牌坊 又当又立 装什么蠢呀 迦南哥 别为他们生气 要是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得 还是我宝贝 还是我宝贝懂事 秦夕啊 你现在脱光了衣服让我上 明天的婚礼 我还能考虑考虑 要不然这婚 就别结了 秦夕啊 周少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 你别不懂得珍惜呀 你爷爷还等着你给他救命呢 你有什么资格 以我爷爷 秦夕 你也不怕你爷爷一激动 就这么气过去了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还要看日子吗 秦夕啊 你别发疯 我发疯 姓周的 敢动他 你试试 伯毅 我帮你收拾戒女 你替我收拾渣男 行 放开我 秦夕 公子 放开我 你还能救我呀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不服啊 你放开我 天哪 伯总的搭档可真生猛 放开我 秦夕啊 明天的婚礼 你想如期举行吗 周嘉南 你还真当我是垃圾回收账 就你这个样子 还想让我回收啊 秦夕 明天的婚礼 当然如期举行 只不过这新郎 不是你 秦夕啊 你敢换我 行家都不敢 博先生 博先生 同事可怜人 帮个忙 你说 黄天酒店 我明天婚礼 去个新郎 不如我们 拼个婚 什么 博先生 那个 你明天 会来吧 理由 理由 什么 你自建做我妻子的理由 你未婚妻绿了你 我未活妇绿了我 我们两个现在算是各局所需吧 而且啊 我也算的是贤良苏德 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那一挂道 娶我 你不愧 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 你确定 那至少在拼婚期间 我不会给你戴绿帽子 这天 没法聊了 什么东西啊 明天 或许你会用得上 哎 明天那个 皇冠酒店 一定要来啊 伯总 您真的要娶秦小姐吗 有问题 秦小姐 说自己贤良苏德 您觉得呢 我倒想见识见识 她是怎么个贤良苏德 她敢夸自己 您也敢信 陈俊 你现在去订个戒指 好 啊 周绍怎么还没来 哎 你们说啊 这个人还不见新郎 周家是不是反悔的 周绍来了 佳南 你可算来了 大家都在等你这个新郎官呢 哎 哎 这 哎 这以后呀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 谁跟你们是一家人 今天 我是来退婚的 妈呀 周家真的反悔了 嘿 我就说啊 今天气氛不太对了 这下秦家丢脸丢到家了 周家南不仅在婚礼前出馆 还当众给我难看 退婚 周绍 发生什么事了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 你看看他昨天晚上干的好事 你做了什么 秦夕 你干的好事 周绍 您别生气 我们这就让秦夕 给您道歉 道歉 怎么道 周绍 您说了算 姐姐 爸妈说的没错 赶紧给周绍道个歉 以周绍的身世风度 我想不会给您计较多少 我要让她 给我跪下 给我跪下 这秦家大小姐做什么呀 看把周家少爷动 婚礼上被退婚 秦家大小姐 也算是咱们领海市第一人了 哎呀 秦家到处的金龟絮 就要飞咯 秦夕 你不是要换新郎吗 你不是高 我就要当初让你跪下 求 你们都欺负兮兮 明明是她周家南的错 米勒 没事 道歉 凭什么 姐姐 你就认个错吧 如果这件事情被传出去 让我们秦家的脸面 往哪里放 这么为秦家着想 要不然 你嫁给他吧 混账话 你发什么疯啊 发疯 你是忘了 我不就是从 金氏闭月里出来的吗 还有 今天周家就算不来退婚 我秦夕 也绝对不会嫁给周家南 秦家大小姐是疯了吗 连周家少爷都不放在你 秦夕 在你眼里 就只有秦司 感谢大家 今天能来参加我的婚宴 但是很抱歉 如各位所见 我今日 与周家少爷 与周家少爷 解除婚约 解除婚约 明天那个 皇冠酒店 一定要来哦 十一点 看来 他不会来了 既然如此 那么这场灰宴 就到此结束吧 等一下 这不是那个刚回国的商界巨额大佬 摩弈吗 什么 竟然是他 身价千余倍积神秘的万亭总裁 博弈五年前接手万亭的执掌权 端端几年 万亭旗下的公司版图 渗透人们的衣食住行 商业巨额的定位无可撼动 今日宴会 是什么人能让这位商业巨额立临啊 可以 给你一张王牌 还不会用 又判给我 陈俊 是 郭先生 那个 那个是周少吗 周少竟然昏迁出轨 周少竟然昏迁出轨 我还好意思 废话 不要力 平时看着周少笨子 这么死心 他竟然做得这么死 这个尺度也太辣了 那怎么样 周少竟然是这种人 秦熙 你竟敢当众扰出轴 瞎子才觉得我们欣欣 嚣张跋扈呢 我们欣欣啊 就是一世一家 有的是人选 唯一 谢谢啊 秦小姐 今日大婚 说来惭愧 今日大婚 约个新郎 我靠 什么情况 巨额大老巨人求婚秦夕 听闻秦小姐 一世一家 那 不如做我的新娘 什么一世一家 温柔行淑的 这让我以后怎么装啊 好啊 今日婚宴 大家继续 秦熙 你真敢跟这个野男人平婚 看了以后怎么弄死你 我的老公 我先生 我的新娘 秦小姐 谢了 我真没想到啊 你还特意找了这么逼真的道具 道具 而且啊 你找的那几个群演 演得可真好 就婚礼上周佳南的识别的样子 让我格外舒服 群演 对啊 就那几个 吹嘘你是什么千亿总裁的那个 演得可真好 你有没有想过啊 可能是本色主演 对了 我还特意给咱俩准备了这个 接一把 你的 结婚证 这哪来的 这我作业 花一百块钱 连夜找人做的 是不是挺尖的呀 假的还这么贵 走 我带你去个便宜的地方 啊 哎 完了完了 我怎么跟这个男人领证了 老子还没潇洒够呢 嗯 四块五啊 记得转我一下 加个微信 走 对了 我给你发了一份婚内协议 你看一下 这个婚内协议呢 主要是咱俩要配合对方 演对方的另一半 婚期是 一年 嗯 当然了 你这个身体 不太好 如果设计到遗产什么的 你放心 到时候呢 我是绝对不会占你便宜的 哎 干嘛 我们才刚领到证 还在民阵局门口 你就证我 我不可能收管 因为呢 我根本不可能给你收管 One Two Three 听口交道出发 请 大马路边 这个男人竟然占老子便宜 嘴还挺 伙议 一年之后 我们自动离婚 一年 嗯 秦小姐的眼光 就不能放得长远一点 什么意思啊 长期合作 嗯 温柔娴熟的秦小姐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秦小姐 哥 艳艳KTV今晚有行动 我孙古外回来了 老地方 兄弟们明天不散 我马上到 嗯 嗯 你有需要吗 哈 再见 拜拜 嗯 说吧 今天晚上 把醉要我怎么骗给你啊 晚上这个去包厢里跳舞 我们今晚要抓的人 就在二三零三包厢 秦小姐跳的不错 魅力也不错啊 别废话 我加钱 秦小姐 行动中要求加价 可不带这么碰的 跳这种舞啊 那是另外的价钱 行 我帮你上下反应 我操 这几个色皮皮歌还会玩啊 点个妞跳舞这么骚 哎 老大 来那个 帕阿拓 哎 哎 我这边好看的 可带劲了 哦 我来帮你脱下来啊 干什么 别包 脾气还挺暴 喝我胃高 你开始这样吧 多少钱他妈的可以上你啊 不是你大爷 好他妈的臭鸟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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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住那个臭女人 不然 赶紧滚下来救老子 快点 哎 哎 妈呀 哎 哎 哎 对 博弈 琴熙 啊 对 博弈 琴熙 啊 博弈 对 哎 哎 不是 老大 你认识这跳舞的 啊 琴熙 你受伤了 琴熙你在哪儿 琴熙 还想追我 死渣男 下辈子吧 哼 怎么这么倒霉啊 老是遇到渣男 啊 那个死女人跑哪儿去了 看看有没有在巷子里 啊 你所难 放开我 你所难 噓 不想死就闭嘴 这声音 是博弈 我的比方老公 哥 哎 是不是亲热的小两口啊 来 走了走了 王毅 走了走了 谢了 穿成这样 去KTV跳舞 这就是你说的温柔贤淑 我觉得 我要重新考虑一下 跟你们合作了 啊 他这是小鬼魂 他这是小鬼魂 哎呀 我这腿好疼啊 哎呀 怎么还流血了啊 老公 我腿好疼啊 你爸 哎 嗯 嗯 博弈 有没有人说过 你长得很好看 现在知道了 就不能谦虚一点吗 我没事 我自己来就行 刚才的嘴 怎么不应了 哎 哎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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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KTV 是怎么回事 嗯 嗯 什么KTV啊 你看错人了吧 刚才在KTV里 撞在我怀你的 是狗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疼 你慢点 说还是不说 不应 你先放开 疼 啊 啊 跟男人 混到KTV里去了 嗯 伯爷 你说你发这么大的虎 该不会是 在横前摇的醋了吧 秦夕 你要点脸 少自作多情 这男人 这不经历啊 不要在一个男人的身下 随便叫他 你变叹 拼个婚而已 难道我真的是心动呢 医生 啊 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了 你先把医药费交一下 十分紧急 我爷爷进抢就是了 你把医疗费给我转过来 老爷子这些年在医院躺着受尽了罪 真的去了 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 我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了 老爷子如果去了 会有人来安排 秦正德 为了争夺我爷爷的家产 你现在连做人的良心都没有了是吗 喂 陈正德 陈正德 你 你不能 先把KTV的费用借给我 你在医院 你医院又病发了 嗯 好 我现在转给你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给你转了十万 你的限量费三万 另外七万 是我临时给你错的 京西 你别着急 我今天再想想办法 医生 我凑够钱了医生 医生 我凑够钱了医生 老爷子这一关 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 医生 我求求你 救救他 你一定要救救他医生 好 你听我讲 老爷子本身就有严重的恶性肿瘤 加老年痴呆症 又突发心脏病 所以说他生命会有危险 医生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我救救你了 医生你得想想办法 我记得有一个专家还不错 你可以试试 但是他 你说 哪个专家 我去想办法 他姓周 他跟周先生的关系还不错 我知道你是周先生的未婚妻 周先生 对 周家男 周上外面有位秦小姐所长 秦夕 他来干什么 等他进来的时候知道 秦小姐 周上 你未婚妻来了 什么未婚妻 不过是 恰了个野男人的剑骨头 周家男 周家男 我听说周家 有一位专制重症的专家 我能不能请你 帮我联系一下 哦 我说 我说什么风把秦大小姐给吹来了 原来 是有求语啊 怎么 你爷爷 要死了 要死了 这秦大小姐 这秦大小姐一身高傲骨头 还真没看出来半点求人的样子 听到没有机器啊 你 拿出点求人的态度来 那周少 想要什么样的成员 哼 喝光的 我考虑考虑 你 哼 秦夕 你也有今天 以为找了我那个短命的未婚夫 就以为捡到宝了 来 让圈子里的人都看看 秦大小姐的老辈 来 咱们玩点 更刺激 周少玩这么大 秦夕 看看你求人的态度 到底怎么样 怎么 不敢喝 怕我给你下毒啊 也是 你爷爷这么大年纪了 走了就走了吧 我想周少也不想背上人命的 这酒 我喝 老大 是不是你这个女人 你说不说 让圈子里的人都看看 秦大小姐的老辈 陈俊 去开车 秦夕 在婚礼上你扭头找了个小白脸 让我当众难堪 这次落往手里了 看我不玩死你 放开我 给我 给我 要是要救你爷爷嘛 今天我就大发慈悲 给你这机会 秦夕 陈俊夕 打人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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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总 秦小姐晕倒了 秦夕 秦夕 好的 博总 查到了 秦小姐也并为 找周佳南 是为了让周佳南 找到为秦老爷子手术的专家 周佳南 我要他一双腿 是 博总 对了 秦老爷子情况怎么样 恐怕不太好 陈俊 你去办件事 是 博弈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是在KDA里吗 秦夕 你也有坚持 看看你求人的痛苦 我爷爷 专家找到了 别担心了 谢谢啊 秦夕 你当我是死的 还是当我是废物 我 我 遇到事情 宁愿去求周佳南 那个人渣 也不愿意给我 打个电话问一声 博弈 秦夕 你可真行 博弈 你 我会真生气了吧 放手 博弈 胃疼 老公 我真的胃疼 你说你板着个脸 一刺激我 这好像更疼了 好疼啊 秦夕 你就是个骗子 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了 幸好博先生 找来的专家 接手的及时 老爷子的手术很成功 现在在ICU病房观察 等下秦小姐可以进去看看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博弈 谢谢你啊 那个 你能不能帮人帮到底 你进去陪我 演一场戏啊 谢谢 谢谢 爷爷 你又给爷爷捡了一条命 手术的事 爷爷都知道了 孩子 你辛苦了 爷爷 我不辛苦 这次手术能成功啊 饿亏了他 薄义 哦 薄义 你就是我们家丫头 选的另一半吗 对 爷爷 我老公 我今天带他来呢 咱们来见见你 爷爷 好 你坐吧 坐吧 那这次感觉好多了吧 爷爷 好多了 那一会儿你想吃啥 我给你买去 好 清晰 谢谢啊 西西啊 嗯 你上医院办公室 看看我的检查报告 哦 行 那你拿着吃 哎 薄义 啊 你跟西西 不是真夫妻吧 放下吧 你跟西西 演得再好 也总是有破绽 爷爷 您吃炸商场多年 我们俩的这点小伎俩 自然是瞒不过您的会议 爷爷 这医生说你情况可好了 能活到一百多岁呢 哎呀 活那么长时间干嘛 我想早点和你奶 和你妈早日团聚 呸呸呸 我说八道什么呢 啊 你想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啊 哎 你不是还有博弈吗 啊 对 但是 那我也希望 我老公和爷爷 都陪在我身边 是吧 老公 薄义 今天 我就把西西 交到你手上 希望你 能原谅 她的臭毛病 爷爷 你放心 我一定会 护着西西的 明明知道 她是演戏 那是让我的心 不通乱跳 哎 喂 大哥 恭喜新婚啊 明天去你家做饭 好 会做饭吗 嗯 明天家宴 许一周要来 哦 啊 什么饭啊 还得老子亲自来做 嗯 我印那个狗东西 真是三生有幸 许了我这么个 神良输得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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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在这里 盲天盲地 他自己在喝咖啡 狗男人 嗯 嗯 哎 哎呦 哎呦 我的天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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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等着 我去给你做一桌 马银全喜 哎 嗯 嫂子 来 祝你和我老大 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来就来 还带礼物啊 哎 哎哎 小意思 兄弟 你坐 我去下个桌 哎 行行行 你忙嫂子 哎 老大 这嫂子 有点不太一样啊 老大 你在哪淘擠品 嗯 嗯 嗯 来了来了 嗯 菜结了 可以吃了 嗯 嗯 嗯 这嫂子做的菜 跟我想象的 有点不太一样啊 哎 别客气啊 多吃点 走 啊 好好好 让你吃就吃 别默默唧唧 快吃 吃啊 好好 不是不是 这又口又起的 这是啥碗呀 这是 老大 我跟你说 你真是难杀的 你吃这个碗 你能活现代 你 吃饱了没 吃饱了 就可以走了 哎 吃饱了 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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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说的 上德厅堂 下的厨房 嗯 清晰 你还真会偏昏 妈蛋 又松了 爱吃不吃 嗯 卫义 卫义 怎么走路没生啊 嗯 鬼鬼祟祟 藏的什么 没藏什么 都是一些 女人用的东西 你就别管了 哎 哎 for the right of my life I'm stealing pleasure no just what you wanna 啊 嗯 嗯 嗯 啊 干嘛 清晰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 神他妈暗示你啊 嗯 嗯 一经幻想靠在怀里 一经幻想是我以为 劝你 你却和我到我身上距离 他怎么挑选的去 要死了要死了 啊 恋爱比例开心 想够一万点就在一起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好幸运和你 同人心动 我和你 你是谁 我是你 要不 你别浪费用心 对 我们试一下 谢谢 博弈 神经病 走开 看看 我全准让 爷爷 这 老爷的希望大小姐 马上接手公司 西西啊 你是我定下的唯一 继承员 公司的担子 迟早要落在你身上 你爸爸和秦司 没有资格继承秦室 西西啊 陈爷爷还在 还能帮你撑腰 大拳 你必须要抓过来 有些脸皮 该死碎就要死碎 宋敏 你去准备一下资料 我明天去公司 是 大小姐 大小姐 二小姐好 我去 你怎么出现在 公众面前的 大小姐来了 秦老总的 宋托入侵呀 这次百零了 要回来继承公司的 二小姐好 二小姐好 大 姐姐 今天怎么有空 来公司玩啊 我去 双青筋夺地 这下又好戏看了 哟 姐姐 今天怎么有空 来公司玩啊 二小姐 大小姐回来公司 姐姐 你养的狗可真是爱乱叫 也不知道好好管教管教 这有些人啊 连狗都不如 妄恩负义 你 秦司 你要是乖呢 我就给你点骨头 你要是不乖 我就把你丢出去 秦秦 你敢 试试看喽 这下又好戏看了 要说身份 大小姐 大小姐绝对碾压二小姐 咱们秦总是上门女婿 娶了秦老董事长的千金 得了诺大的家业 生下的大小姐 后来另娶的老婆 这才生下了二小姐 那这么说 二小姐不算老爷子的敌心血脉呀 要是没什么说的呢 秦总 诸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是咱们敌传大小姐 秦熙 从今天开始 站在副经理一职 希望大家 多多配合秦小姐的工作 大家 鼓掌欢迎 老爷子刚醒来 就想架空我的权力 这么多年 我为秦氏尽心尽力 她是一点都不念我的功劳啊 啊 丝丝啊 来 进来 爸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啊 大家积极配合 两位小姐的工作啊 嗯 秦正德 你和赵月言逼死我妈 我绝对不够把爷爷一生心血 嫌疑了你的金丝 秦熙 你别以为 你有你爷爷撑腰 你就能跟我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我降低自己 来配一个数目 秦四 你怕不是有什么大毛病吧 哼 哼 他最近在折腾什么幺蛾子 二小姐 最近在接触海胜集团 大小姐 秦氏的情况不太乐观 这也是老爷子让你即可接受秦氏的原因之一 老爷子本来想着周家或许能身影援手 但是大小姐 你和周少的婚事黄了 除了周家和海胜集团 还可以试着接触哪一家 万亭集团 这个呢 哦 万亭集团 商界神话 尤其是最近几年 万亭集团的投资 向无声无息疼乱 旗下所持有的公司版图 已经囊括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万亭集团背后 有个背景神秘的总裁 但是至今都没有 媒体爆出过他的照片 而且在那边 也接触过万亭集团多次 但是每次都胖了一鼻子的灰 这个万亭集团总裁 这么厉害 行 就他了 顾免 帮我去约一下 万亭集团的负责人 大小姐 这个怕是极难啊 世上无难事 只怕眼心人 许约 约不上就给我赌 好男还怕猎女 我就不信 赌不到 大小姐 小道消息 万亭集团背后的神秘总裁 今天永望在这里现身 这种地方 最适合聚要大佬的台声音 大小姐 进去那个人 背影怎么那么熟悉 进去那个人 背影怎么那么熟悉 大小姐 我怎么进去啊 这个 就得看到有紧您的智慧了 不是 你没入场圈啊 大小姐 这里给我年费就上千万 我哪先负得起啊 我等大小姐您的好消息 哎 兄你真是我的福气 先生 您们翻到了 我现在给您送进来 好 没这么倒霉吧 谁 别 别说话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先生 先生需要帮忙吗 秦夕 你在干什么 伯爷 别给我乱说话 你要是敢乱说话 我就 拔了你的裤子 到时候那外面的人进来 你的名上 可就不保了 先生 我 我 我如果不放了 我不叫 你叫 那 先生 呃 抱歉先生 打扰您了 你给我放手 放手 我如果不放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你自己进到我的房间 跑进了我的浴室 然后投怀送 说说 来这做什么 反正不是来找你的 这样 那我就叫保安过来 就说 我被 骚扰了 我靠你 无耻之 好歹咱俩挂名夫妻一场 用不着这么绝情吧 说真话 我就 过来找个人 商业巨鳄大佬 万亭集团的 神秘总裁 万亭集团的 神秘总裁 你 找他做什么 当然是 红杏出墙了 就你 确定 伯爷 虽然你 长得 人模人样 但是那万亭集团的 神秘大佬 那可是我们 九亿少女的 那就祝你 美梦 成真 伯爷 伯爷这压的 居然这么大的 竟然能容忍自己 化名妻子 红杏出墙 伯爷 你不会是 被戴绿帽子 戴习惯了吧 我跟你说 这个习惯 可要不得 秦夕 好幸运和你 动人心动 我和你 这不是那谁吗 伯总 这是您要的文件 伯总 您的脖子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被这猫挠的 伯总的猫 还挺野的 伯总 这不是咱们的文件 情势集团 看来 他来这 你的目的 还真是万亭集团 那不就是找您的吗 伯总 CR的负责人 马上就要到了 找个人 跟秦氏的人 对接一下 伯总 这是要帮助秦小姐 马上和秦氏的 对接一下 看看有什么项目 可以合作 是秦小姐吗 我是万亭集团 顶层秘书处的 秘书 我这边有个项目 想跟你对接一下 您看看 有没有合作意见 有 什么事这么高兴 妈 是万亭集团 他们给我打电话 说有个重要项目 可以和我合作 好啊 思思 你总算熬出来了 让秦国豫 那个死老头看看 我的女儿 有多出色 我的女儿 这么漂亮能干 说不准呢 将来 将来还能做万亭的 走才夫人呢 不过 万亭集团那边 我一直想要合作 但是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 难道是 她在帮忙 谁 周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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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主动找过我 说可以帮我签海胜集团那根线 我和她有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秦夕 下个月 秦氏就要召开股东大会 会在大会上选出秦氏继承人 思思 这个位置非你不可 至于秦夕那个贱人 我要她一分都拿不到 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 那太便宜她了 大家坐吧 今日股东大会啊 希望大家能推选出 能带领秦氏集团 更上一层楼的股东候选人 最近啊 我一直在奔波忙碌 终于 海胜集团答应了和我们签订 上亿的合作订阅 可见我们秦氏目前的困境 二小姐正拿下了海胜的单子 二小姐年轻一回 确实适合带领我们秦氏 姐姐 我听说你最近也是一直在奔波忙碌 还努力地去接下了万亭那边 应该有更好的成果吧 万亭 大小姐真的拿下了万亭 我秦氏可急死回生啊 喂 你也住院了 你说什么 大小姐 秦氏 你拿什么工程 不要玩心 轻而易举 大小姐怎么走啊 这个时候怎么能走呢 有什么事 比集团继承人的位置还重要 万亭的合作现在在我身上 该投谁 你们心里应该都很清楚 我想 现在也只有我 可以让现在的秦氏 起死回生 该怎么选择 你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吧 既然这样 咱们就投票吧 大小姐 大小姐 这关头 你不能走啊 宋敏 等我回来 秦小姐 请节哀 人呢 我爷爷呢 啊 哎 秦小姐 请节哀 节哀 不可能 骗我对不对 我去看看 秦小姐 我去看看他 我去看看他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啊 秦小姐 老爷子的后事还要办 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啊 爷爷 爷爷 西西啊 你是我定下的唯一级成员 公司的担子 迟早要落在你身上 怎么就留下我一个人了 活那么长时间干嘛 想早点和你奶 和你妈早日团聚 呸呸呸呸 这一年也还在 害得放你撑腰 大权 你必须要抓拐 大小姐 我都会上去老二小姐 为秦始继承人 宋敏 您去安排一下 老董事长的后事吧 葬礼 究竟年天 大小姐 姐 根据于老董事长生金的意思 造力从今 只要叫了于老爷子 格外交好的机家 另外 你的副家薄协尘那边 师父有同志呢 我知道了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大小姐 参加葬礼的宾客 晚上要到了 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 再这样下去不行的 没事 你出去准备吧 我自己能行 你把公司的事情 再跟我说一下 是 大小姐 姐姐 姐姐 以后公司的事情啊 就不劳你费心了 秦司 你什么意思 姐姐 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爷爷早就把公司所有的东西和股份 都转给了我 和妈妈 可秦老董事长行政的继承人 我们秦家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条歪俩狗子这说话 秦司 你觉得我会信吗 姐姐 你信不信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有老爷子亲笔签字的遗嘱 你妈 把他这些垃圾 都给我丢 秦司 秦司 你这个贱人 没有你爷爷那个死老头跟你撑腰 你还敢打我 老姓狗妃的东西 你却应该跪着给我爷爷道歉 你有什么资格动我秦家的东西 还想三小妹 你真当自己是个凤凰了 你这个妄恩负义的狗东西 妄恩负义的狗东西 大将军 婚恩 人你们梦女很久了 秦司 我这一条破命 我只能弄死你 我也没想活着出去 他愣着干什么 去死吧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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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疯了 你这里疯了 秦司 你去死 你真的疯了 大小姐 大小姐 秦夕啊秦夕 你还拿什么跟我刀 现在的秦家 是我的那团 秦司 你妈斗不够我妈 你也斗不够我 我让你这辈子永远都分不了身 秦司 你最好别让我活着 不自好啊 秦夕 那你就不要活着 大小姐 我请你放过大小姐 闭嘴 你这个走狗 把他给我带出去 不会死了吧 还有一口气 不过离死也不远了 行了别磨叽了 看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刮的 反正他这辈子都要被困在这里了 还不如不便宜我们俩 说的是 华靠 蓝宝石 这不得上千万 你说呢 咱俩发财了 发财了发财了 走走 这就找人脱手这枚鸽子的钱 咱俩一人一半 好 走走 走走走 这就是昨天才送来的患者吗 是 患者秦夕 你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被送到我院接受治疗 我没有精神病 没有精神病 有没有精神病 不是有罪说了算 是我们诊断结果说了算 不要 你是不是犯病了 不要 发不发病人 我这一针下去全老是 不要 把手机处理到没有精神病了 赶紧给他整个精神病 要不然咱们怎么交差呀 走 男生不会见 分手 你出国都不给我带礼物 心里一点都没有我 不舍得为女生花钱的男人 都是渣男 把门都是我的错 你别走啊 难怪秦小姐不见您电话 应该是生气了 买礼物能哄好吗 那当然 哪个女人不爱收礼物啊 博总 眼下正好有个拍卖会 前两天就送来了邀请盘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去 现在我们拍卖这枚玉坠 是由大兴王朝史后 佩戴的一枚玉坠 这枚玉坠是由大兴王朝史皇 赠发妻史后的定情信物 起拍价五百五十万 六百万 七百二十万 一千万 博总 这条坠子啊 很适合秦小姐 两千万 两千万 这位先生举牌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两千万二次 两千万三次 等交 这枚玉坠 由这位先生拍得 这枚完美又生动的 温斯顿蓝钻戒纸 其拍价三千万 博总 这个戒纸 不是您送给秦小姐的吗 这个戒纸 不是您送给秦小姐的吗 说 这戒纸哪来的 我 我不知道啊 先生 给你五分钟时间查清楚 这枚蓝钻戒纸 是从哪送过来的 是 博总 博总 您去哪啊 秦家 哎呀 我的宝贝 不 应该说秦氏集团的明珠 以后这秦家呀 可就是咱们俩的啦 大小姐的老公来了 秦氏集团的 这里是秦家 一进门 见到长辈 大呼小叫的 懂不懂规矩 秦家 规矩 要不是看在秦氏的面子上 你们秦家 在我面前算什么东西 什么锅配什么干 你也就只配秦氏那个贱骨头 博弈 我问你秦氏在哪儿 秦氏在哪儿 博弈 你敢在秦家胡作非为 告诉你 这才叫胡作非为 我没有时间跟你靠 既然你们不想说 那就不用说了 博总 这个人受伤了 她说她认识秦小姐 快救救大小姐 宋敏浑身是伤 那秦氏 疼疼 博弈 你放开我 我最后问你一遍 秦氏到底在哪儿 你别动思思 我说 我说 在精神病院 你说什么 灵药 这么烫会不会烫死 不行 给她打退烧药 管他们都干什么 只要不闹她就行 打精神病药 住手 欣欣欣欣欣欣欣 陈俊 快去开车 是 博总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说 秦小姐和秦司 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秦小姐的父亲秦正德 是秦家的上门女婿 秦小姐母亲死后不久 秦正德就正大光明的 把赵岳 颜母女接回了家里 秦司 在秦氏古堂的大会上 成了继承人 母女二人 想让秦家 真正的继承人秦小姐 健身出身 鼓动大会那天 秦家 最爱秦小姐的秦老爷子 许氏 所以 她丢了继承人的身份 被重伤 送到精神病院 同时 还失去了最宠大的爷爷 还失去了最宠大的爷爷 博总 这是他们 给秦小姐注射的药物 我已经查过了 这种药物 是给精神病人注射的 而且剂量很大 他们完全把秦小姐 当成精神病人注射 根本 就没有想给她留活路 那就 也不用给她们留活路 是 不动 醒了 要喝水吗 慢点 一个小物件 感觉挺适合你 就买下来的 小姐 我来给你抽一下血 我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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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抽 我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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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 你别害怕 护士是在给你治疗 把手给她 你放心 有我在 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 发生那样的事了 小姐 你这样躲 我没有办法扎 清晰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清晰 对不起 什么都不要想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身子 那些账 我们有的是时间 跟他们去算 清晰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后 为你撑药 爷爷的事 那通未接电话 我会用一辈子去给你赎罪 清晰 对不起 郭先生 秦小姐 这是秦老爷子的衣服 您收好 我很抱歉 没能给老爷子 更多的时间 我其实知道 爷爷可能 我其实知道 是我一直强求 他能多活一点时间 现在他走了 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但是通过我的检查 我发现了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他除了吃我给他的药品 是否还吃过其他药品 医生 你这句话的意思 是不是我爷爷 之前用过不好的药物啊 我抽取了老爷子 生前的血液药品 检查出了不同的东西 他体内相克的药物成分 跟我给他开的药 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 我爷爷 根本就不是死于病发 而是有人 要谋害他 秦夕 秦晓姐 你老公可真好啊 在你住院的时候 把你抱进医院 在你昏迷的时候 一直陪着你 原来你的眼睛都这么好 好的让我 让所有人 都以为我们是真实的福气 怎么了 伟业 我们 谈谈吧 你想谈什么 我们拼婚的事情 要不 到此结束吧 你也知道 我当初选择跟你拼婚 是因为我病重的爷爷 伟业 像你这种人 肯定是不缺 想做你妻子的人 所以 你说的这么多 就是像十万中期 秦夕 我大可以告诉你 在我这里 没有礼仪 只有丧偶 你死了这条心 秦夕 当初是你说的要拼婚 现在离婚之后 我就是二婚 那这段婚姻 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 秦夕 做人不能过河拆桥 或者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可以试试看 你说什么 你上次说 想要红杏出墙 喜欢 那个万体集团的声音 我变成他 也不是不行 我去遇到你 郭总 这里有一份文件 需要您签署 宋敏 你去准备一下资料 这一次 我要拿回秦家 所有的东西 博总 秦小姐的心情 好像一直很沉重 去把轮椅推过来 是 秦夕 今天天气不错 要不要出去走走 不爱过了就不遗憾 没有什么好遗憾 博姨 你干什么 我下来 坐啊 别动 博姨 还要待在医院里多久啊 我的手都被砸青了 还肿了 好痛 乖 等你出院了 我带你去吃 你最爱吃的甜品 我不要等出院 我现在就要吃 现在哪里有啊 我已经看好了 那边超市就有 是吗 走吧 嗯 清晰 你等我一下 明明在左右 你望着名为 孤单的快乐 是我的宝宝角色 跟爱没在久 博姨 你图什么 清晰 我就非得图你点什么 秦正夺娶了我母亲 若追到秦家 她是为了托我爷爷家臣 照月言和秦司害我 是怕秦家继承权 给了我 为了这些东西 他们甚至害死了我爷爷 他们每个人 都在不择手 图抹自己想要的东西 清晰 那是他们造的你 你不能因为他们造的你 就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如果觉得 我要图你点什么的话 那我就图了 你觉得我图什么 我就图什么 博姨 你知道我身上 背负着什么 你跟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在一起 你会后悔的 清晰 你就不会换个字路 李递刀 我杀人 我帮你解决它 清晰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 但唯独婚姻字以后 这个我不能答应 我更不会同意跟你 潜自的灵魂 你说那晴空那云朵 都不尽你的深情 那月月跟你有过节 今天她生日 是她的主张 你真的要去吗 我倒想去看看 是什么样一群赤妹王良 你在左右 哟 这不是我们秦氏集团的秦大小姐吗 今天竟然赏脸 参加我们的小聚会了 丽锦萱是什么档次 竟然让我们的秦小姐 屈尊将贵到这地方来 行了 什么秦家大小姐 秦家现在可落魄了 连狗都不理 有什么资格和我们一起吃饭呢 我看给她个破碗 加点剩菜 让她去角落里面吃得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秦氏毕竟曾经也是千金大小姐 跟猪狗啊 还是有些区别的 什么味道这么大 一股的寒酸霉味 真冲屁 这丽锦萱啊 可是要预约的 当次可想而知 秦氏 快趁这次机会多尝尝 毕竟你再怎么努力翻身 也吃不了机会了 秦氏 你好歹曾经也是千金大小姐 怎么连畜生都懂得掌用尊卑 你却不知道啊 起来 好啊 一股的寒酸霉味 离我远点 我可不想跟你一样 穷酸落魄 我们 喝一杯吧 好啊 秦氏 我还得谢谢你 捡了我那个短命的未婚夫呢 这样我就不用嫁给他了 刚好你穷酸 他命短 你们两个 还真是天生一对下人命 我就当你助我们 白头洗牢 我喝了 你随意 不好意思啊 我手滑了 月月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弄脏了咱们秦大小姐的高定礼服 不会要赔十几万个 他穿得起高定吗 身上的衣服一看 就是几十块的地摊货 来 这一百块钱你拿着 就当我买你身上这件衣服了 剩下的 就当我赏你的了 既然我花钱买的 怎么处置 当我折了下了 月月 赏你的你就拿着吧 就是 这一百块钱都够你买他新的了 别不是好歹 给你了你就拿着 赔 你们赔得起吗 博弈 谁做的 我做的 怎么 一百块钱不够赔是吗 这些 够买你们两个身上这一身了吧 够了 他手上的钻戒 五千万 这个卵玉吊坠 两千万 还有这身旗袍 是苏绣传人 手工一针一线 亲手缝制的高定 赔是吗 那你就给我好好的赔 你们两个想讹诈是吧 你有什么毛病是吧 现在谁不知道秦家破产了 你能戴得起这么贵重的首饰 穿得起这么贵的衣服 就是 讹人也没有你们这么讹的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想在我生日会上闹事是吧 谁敢在我丽锦轩闹事 赵经理 你来得正好 赶紧把这两个讹人的狗男女给我赶出去 要不是穿着戚袍 我先带你上去 撕了待遇 赶出去 我看今天丽锦轩 谁敢动这个手 怎么回事 赵经理 他们想在你丽锦轩敲诈 这事你管不管 敲诈 那就让实货的来艳艳 看看我有没有多算你一分一毫 博姨 别吹这么多 我不好收场了 别担心 有我 艳 艳 赵经理 艳 好的大小姐 这位小姐 冒犯一下 没事没事 我就拿来看看 这个也给我看一下 这 这 这位小姐身上佩戴的暖浴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上场天鹊拍卖会上 成交价是两千万 这位小姐手上戴的这枚戒指 是温斯顿蓝钻戒指 全世界仅此一美 保守说 最少五千万 这身旗袍虽然我不懂 但是做工精致 一看就是出自于大师级别的苏绣 听清楚了 那就赔吧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带得起这么贵的首饰 他就是一个健骨头 看样子 你是不想赔了 那就用你整个代价来抵吧 全面取消跟代价的一切订单 谁要是再敢跟代价合作 那就 不用存在了 薄义 你以为你是 那月月你在哪儿 代价破产了 薄义 那不是什么生存 薄义 薄义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的身份 不配知道 赵经理 送客 他们以后 丽炬轩有不接待 请吧各位 秦夕 薄义 你们嚣张不了多久 我还有一个好东西 不可能 周嘉南说过 他不会变心的 我就是想看那对渣男渣女 狗咬狗 那你开心就好 这位女士的旗袍被弄脏了 不如我让人带她去换件衣服 好 来小姐这边请 薄义哥哥 好久不见 薄义哥哥 你都好久没来找我了 今天忙什么 薄义 换好了 薄义哥哥 他是谁 秦夕 我的妻子 薄义哥哥 你什么时候结婚了 这件衣服看起来挺适合你的 连同今天的单 一起买了 薄义哥哥 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吗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的事 我不想假承他人 更不想让他觉得为你 买单 诶 给 嗯 干嘛 上交工资卡 哦 走吧 薄义哥哥 你们俩的事 家族知道吗 你们俩的事 家族知道吗 宋庆路 你管得太快了 哼 赵经理 去给我查秦夕这个贱人的资料 好的大小姐 嗯 薄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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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案 这你改一下 这些案例和方案 你可以都展开 对你有帮助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就跟我说 对了 我要去碰心 你已经幻想靠在怀里 我快点 你已经幻想 是我以为 正经 短期内 是不可能会拢自尽的 不要在这个上面 浪费时间 嗯 薄义 这么机密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么机密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信我的就行 嗯 清晰 嗯 没了 没有 来 看看我改的这办方案 好 对不起啊 你小青没找你 你小青没找你 清晰 我跟他两家 从小是世家 我们两个私下 没有什么交集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你去吧 中午吃啥呀 随便来点 你这又发胆 又脸红的 该不会是 像男人了吧 哎 话说 你和你那拼婚老公 什么情况呀 这事说起来吧 还有点复杂 不过你说这爷爷刚过世 你们俩 还继续拼婚不 不过要我说 假戏真做得了 假戏真做得了 哎 你这什么情况 这要是以前 你都不带犹豫的 怎么 你真动心了 哎 你上次 让我帮你查的 那个金圈大佬 最后的老板 这个背影 是不是有点像博弈啊 哎 西西 咱们虽然穷 我知道 想找一个 又帅又多金的老公 但是呀 这做梦 和痴心妄想 还是有区别的 要我说 这博弈 是万亭集团 背后的副总裁 可比中五千万彩票还难呢 不可能的 哎 这旁边这女的是谁 哦 海胜集团的千金 万亭集团 总裁的小青梅 他俩呀 这高官答贵的 千金和少爷 最后都是走墙墙连翼 过两天呀 估计 就是万亭集团的 正宫娘娘了 不过 你今天咋了 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米勒 你会建议女男朋友 有小青梅吗 你该不会说的是 博弈吧 你真的 被她的盛世美颜 迷到了 你要自掘坟墓 走进婚姻了 那为什么 不是她垂渐我的美色 她 还是比你更胜利愁 哎 不顾我说 希希 你说你也够做坏不乱的 这要是我 金棍当夜 肯定就把她扑倒了 站住 下不来床 音乐真是够抱田天悟的 我看咱俩这顿饭 真没法吃了 现在就把你拉黑 哎 别 给我一个 挽留你的机会呗 也不是不行 米勒 赶紧给我加把劲啊 你让你那些圈里的好友 赶紧给我查查 你说我这想拿回秦氏的股权 我得有资本啊 现在这万亭啊 就是我最好的合作对象 嗯 包我身上 加加油啊 小菜一点 姐 喂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啊 好好 谁呀 樊七遥 米勒 嗯 你能不能借我笔钱啊 啊 樊七遥 进来 怎么瘦了这么多 我之前脱离办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你爷爷在医院 所有的体检报告 都在这里 我还调取了你爷爷 并发前的一段录像 你看看 那这个 能做证据提交吗 她是你姬妹 去医院探望老爷子 知道不合常理 除非 能证明她购买过老爷子 身体里残留的有害药物 正是她杀人 那需要多久啊 我尽快 好 樊七遥 我之前借了你的三万块钱 把钱收起来 我走了 金 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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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不挤 金西 你还要打官司 用钱的地方多 你先拿着 不用 韩清阳 没关系的 金西啊 你真的没必要跟我那么客气 你们在干什么 我义 我义 金西 你就这么缺钱 你说什么 韩强瑶给了你那么点钱 就值得你出卖自己 薄义 你现在不冷静 我们还是 避免孤独交谈吧 金西 你干什么 我现在很冷静 金西 你给我解释解释 喊千瑶 那你哥哥 你都好久没来找我了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金西 你现在有什么立场 和资格来质问我 唯一你别忘了 我们之间没有见过父母 我甚至都不了解你 我们只是形式上的 平分夫妻 只是形式上的 平分夫妻 对 所以 你现在可以起开了吗 我一哥 你上天 未来 无一样 就绝不到 你在世俗里的名字 不重要呢 你刚说什么 滚 滚 再说一遍 我 你 刚刚 直到 风 又 还知道 那一句还好吗 你在瞬间动作 其实 我也有 撑不住的 是 大小姐 李海市上回的李老会证 又拒绝了我们的呗房 没事 你去查一下李老的行程 我现在就去 好 好 宋秦鲁 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李伯伯 好久不见 哎呦 今儿怎么有空问好 我这个老头啊 不是不登三宝殿 有件事 想请李伯伯帮忙 难得难得 你说 看我这个老骨头 能不能帮到你 我听说 秦氏集团那边 找到李伯伯 想要您帮忙 你跟秦间的小姑娘 什么关系 她竟然能轻得动你说话 李伯伯还记得以前 我在你面前说过的话吗 有一天我找到那个她 就会带她去见你 现在 我就带她来看看你 嗯 喂 宋敏 大小姐 李伯伯那边啊 同意我们拜访了 约了今晚 在一家日式餐厅 真的 你把地址发给我 好 李伯伯 这次还要麻烦你 伯义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来 李伯伯 这个就是我之前 跟你说的秦希 李会长 我是秦希 太见外了 就随她 换我李伯伯吧 好 来来 请坐 坐吧 李伯伯 这就是 你的小姑娘 是 当你出现在 我的身边 世界不再熟练 李伯伯 那这件事情 就多亏你了 能拿下 我这个小事职的人 谢小姐 不简单啊 李伯伯祝福你们 举案其美 白头偕老 谢谢李伯伯 秦思 找了周嘉兰 算是给自己 找了座靠山 如果我是你 我也不会输给他 你以为 找靠山那么容易啊 而且 我也不会秦思那些 勾引男人的手段 在你面前 就有座 现成的靠山 我比那个 姓周的强 你指的是 哪方面啊 我哪方面 都比他强 要不要 试一试 你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我眼光不行了 跟周嘉楠那样的人 有个辉约 以你的眼光 确实看不上 周嘉楠的那种人 不过 也能理解 年少时 与人不输很正常 也运去渗透 博弈挡掉了 所有的东西 就想死了 博弈 我有件事 想跟你谈谈 博弈 我有件事 想跟你谈谈 你说 我和韩千瑶 真的不是你想的 那种关系 嗯 你不信 我信 我还有一件事情 博弈 你有没有空啊 我有个恋爱 想跟你谈一下 他沉默不语 是什么意思啊 拒绝还是接受啊 男人的心思 怎么这么难猜 我现在 有时间了 我们 找个屁了 对不起小姐 没有预约的话 是不能上顶层的 那你帮我预约一下吧 等多久都没有关系的 嗯 好吧 那您这边稍等一会儿 好 谢谢啊 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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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 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抱歉 伯总 我会交代给前台 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伯总 十分钟之后 你有个会 有人见到这么喘的同事 敢打扰老板谈恋爱 伯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上班 你在这儿上班 那你认不认识 你们集团总裁是谁啊 嗯 知道 怎么了 哎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呀 我现在找头有点事 我们总裁就是 你瞎凑什么热闹 走吧 行 承军安排一下 带他去总裁办 好的 哎 你也是总裁办的呀 我 我是总裁特助 哦 特助啊 哦 特助啊 好家伙 老板 你是特助 那我是什么 嗯 秦氏集团秦小姐 你好 你好 哎 坐 啊 好 哦 对了 这个呢 是我们集团的资料 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 什么财务报表啊 什么年报啊 你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抖音账号 您看 可以吗 嗯 嗯 这个 我需要考虑一下 秦小姐 谢谢 您看 可以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嗯 嗯 嗯 好 那我考虑清楚告诉你 那我等你的回复吧 嗯 好 谢谢啊 哎 乱走 聊完了 我送你出去吧 嗯 特助 我刚才没给博总捅娄子吧 量武完成了 演技不错 这位是谁啊 能让咱们博总这么特别对待 能不特别吗 她是咱们的老板娘 啊 我 我刚才应该没有哪儿 带完秦小姐吧 这可是我们老板娘 哎呀 这 这 你们总裁还挺和善的 嗯 我对我们总裁也挺满意 总经办那些人最近好惨啊 已经加了半个月的班了 我们公司的魔鬼总裁 是出了名的 这和我见到的 怎么不太一样啊 博草 西西 嗯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忙我 什么事 什么事 我给你发几张照片 这照片 虽然不是高清 我可是你闺蜜 一眼就能认出来 米勒 你这照片 从哪弄的 当然是圈内大佬拍的呀 这要是发出来 绝对是惊天大瓜 微博都得瘫痪的程度 话说 姐妹 你怎么会和商界巨鳄 万亭集团的总裁 再一块啊 他是 谁 当然是万亭集团的总裁 商界巨鳄 万亭集团 总裁 你不会真是为了资金 拿下万亭集团的总裁了吧 姐妹 你可太牛了 我口 希希 热搜炸了 你俩的照片被爆出来了 这千里豪门少奶奶 这波厅的富贵 咱可得接住了 不过 你这不算是婚内出轨吧 重婚可是犯罪啊 重婚可是犯罪啊 你那贫婚老公 博弈 不会告你吧 这前脚 刚爆出 和万亭总裁谈恋爱 后脚就被爆出婚内出轨 这波天富贵 还没接着呢 就夭折了 你给我好好看看 他是谁 卧槽 不会吧 姐妹 这万亭集团的总裁 就是博弈 你这随便贫婚抓了个人 就是总裁啊 姐妹 真厉害 我是不是也要跟着你享福了 博弈 万亭集团的总裁 真是太牛了 我的姐妹 五千万的兰钻 两千万的女女坠 难怪李老那兵 忽然答应了四敏的邀约 还有李老的态度 博弈你这个骗子 博总 您和秦小姐 是不是热搜了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说 他在哪间房 博总 查到了 秦小姐和贵蜜 在KTV 老大 哎呀 几好招 兄弟们都在 过来喝一杯 过来喝一杯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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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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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懂 香水过瓶了 一哥 最近忙什么呢 好久都不见了 今天晚上 一定要痛饮两杯啊 哈哈 老大 给你教一下 这个 小花 她上个月 刚爆了部电视剧 现在 也是小二线 博总 我敬你一杯 哎 哎 老大 这个小花吧 她也是你那个 万亭齐下 盛世娱乐公司的 你不是啥 我需要认识吗 哎 一哥公司名下的 艺人太多了 怎么会可能认识 这些小卡拉咪呢 啊 哈哈 对对对 对对对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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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对对对对 来咱们喝一个 来喝一个 来来来 一起一起 来来来 哎 老大 不是 你这就走了 无烟瘴气不舒服 哎 哎 哎 学生 一哥今天怎么回事 感觉不太高兴啊 啊 可能是 被甩了吧 我靠 谁会有这么大胆子 他家养了一个小野猫 估计在他那儿 受气了吧 哎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老大 你上热搜了 神经病 新二线新界女明星 与背后金主的深情对视 张庆庆 啊 这什么玩意儿 就是那个 昨天晚上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小花 就是那个小儿叫女明星 哎呀 老大 你这不在娱乐圈 但是啊 娱乐圈 总是流传着你的传说 要我这么说 你出道吧 你只要一出道 那一哥 绝对非你没说 滚 秦夕那小醋毯子 看得到这嘴巴还得了 都不知道 还要呕启多久 拿着 老子喝醉了 看狗都生气 我靠 希希 你快看 你老公是长了张嘴的 亲自下场思维闻 还是自家的女艺人 真是一点炒作的机会 都不给留啊 我为伯总 框框举大旗 哎 话说 你准备在我这待多久啊 你真不会打算 在我这小庙里 一直窝着吧 这千亿少奶奶的位置 多少人记忆着呢 你可别大意识尽舟啊 哎 你不是之前 有一个梦想吗 今天晚上 我就帮你实现 真的假的 一米八的大男模 要不要 要要要要要 姐妹 这样会不会太危险 放心 出了事我兜着 欢迎光与洪青亭 愧别好 都坐下 好好享应哦 这刺激呀 西西 这蓝模点的 有点多啊 这得花多少钱啊 来 随便刷 博弈的卡 刷不爆的 姐妹 你真拿博弈的卡 点蓝模啊 这蓝模 这蓝模电的 有点危险 把酒的给我买上 还有她的 还有她的 还有你的 都给我买上 博总 秦小姐现身了 在哪儿 秦小姐在 KT杯里 点蓝模 对呀 别乱讲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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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别忘了 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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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哪 嗯 在家睡觉呢 是吗 出来过来给我喝一杯 可以 谢谢 谢谢 你咋了 我靠 巨恶大佬 博弈 你咋我 怎么 卫弈 骗子 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 清晰 骗子 就是大骗子 别难摸 不如找我 好了 现在难摸点完了 我的气也消了 这卡 收回去吧 清晰 我的就是你的 换起 你要夺回琴师 需要自己 所以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接受这些 你有你的气魄和爱意 但我也有我的骄傲 我不想我们之间 掺杂这些交易 更不想卖了我自己 清晰 你太清醒了 考虑的太多 你有你的高傲 但 但我也有为你低头的温柔 如果你觉得用我的资金 是在卖资金 那 我可以入赘秦家 你疯了 给个名分吧 秦小姐 你要的所有证据 都在里面 这些证据 足够你送秦司进去 律师方面 我也帮你安排好了 秦小姐 我觉得我入赘的诚意 应该很足够的 国义 我不想比送秦路差 所以 你等我拿回秦氏 我想用整个秦家作家 去配你 好 我尊重你 我作为原告方秦熙小姐 律师 向我愿起诉 被告秦司 篡改秦国玉老先生的遗产 为多遗产 联合另一被告方 周嘉南 患要致秦国玉老先生 因力衰竭而死 以构成蓄意谋杀 被告秦司 杀人罪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 十四年 被告周嘉南 罪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 秦熙 你害自己的妹妹 你不得好死 你这个贱人 都活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不得好死 赵月言 你最好给我好好说话 要不然这大庭广众之下 我可以让我的律师 告你口证 到时候 送你跟你的宝贝女儿秦司 一起做饭 秦熙 她可是你亲妹妹啊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 她送我哪名字妹妹啊 我 秦正德 他们动我的时候 你替我说过一句好话吗 你现在在这里 装什么慈腹 我 秦熙 都是我不好 你放过 你放过思思 我求你别告她了 求求你了 秦熙 她怎么说也是你 同父一母的妹妹啊 也用你这拙劣的演技 来恶心我 你们害我母亲 育儿中 秦司因为贪婪 害死我爷爷 抢夺全家财产 你有什么脸 跪在这里 求我放过你 我不找你们算旧账 你们还想拿这点 可笑的亲情 来绑架我 你 可笑至极 你 秦熙 剩下的交给律师吧 先带你吃颗饭 秦熙 你个孽女 可笑 秦正德 要不是你身上 留着跟秦熙相容的血 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 陈俊 伯总 取消跟秦氏集团的 百亿订单 拒绝跟秦家合作 什么时候 秦氏的法人成了太太 万亭的资金 就什么时候到位 是 伯总 设定完了 走 去哪儿了 宠熙总要见公婆 带你回家 什么都没了 伯义 我能不能不进去了 秦熙 这一关你迟在要闯 走吧 秦熙 那边有好多吃的 你去吃点东西 不得已经过来找你 你去吧 你有需要 请随时吩咐 好 谢谢啊 找迷你 没见柔情 似海的双眼 心动 相逢来 不知不得 美女 电话多少 或者 加个微信 不好意思啊 我要吃东西 先按一个嘛 好不好 来 哎呀 好啊 人呢 转头 转头就不见了 现在女人 可真有意思 就喜欢玩这套 欲情故纵 哼 哎呀 美女 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饭 去汉宫廷 还是历景轩吃 随便你挑 美女 美女 我约你吃饭 你竟敢吊着我 不回消息 消息 什么消息啊 你 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了 小叔 他 想约我吃个饭 小叔 他撒谎 没有 明明是他家的我 危险 哎呀 真是巧了不是 我刚才忘了 告诉你了 刚才给你的号码 是我老公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小叔的老婆 也是你的 小婶婶 小叔 你听我解释 我不知道 她是你老婆 我也不知道 她 是我小婶婶 我也不知道 小叔 偷出去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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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 今天是我母亲生日 等一下去内厅见见她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什么都没准备 我母亲什么都不缺 最想要的 大概就是你这个儿媳 卢先生 以后你套路 能不能少一点 去吧 管家 先带夫人进去吧 是 少爷 亲家秦夕小姐到 巧了不是 这种场合 还能撞上博衣的 日茶小青梅 博夫人 祝您生日快乐 坐 谢谢 伯母啊 祝您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适时顺息 永远都这么漂亮 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呢 前几天不是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也不多睡会儿 倒倒时差 我回来好几天了 这不伯母 您生日吗 我总不能因为睡觉 不来给您送礼呀 每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都费心准备礼物 这次又准备了什么呀 伯母您看 这可是我亲手绣的旗袍 喜欢吗 好漂亮 上面是刺绣吧 宋小姐的手可真强 谢谢大家的夸奖 我这个礼物呀 跟秦小姐的比起来 怕是不值一提吧 自己显摆不够 把火往我身上里 呀 宋小姐 您这是拜了苏州废衣传承人 敏先生做师傅吧 哎呦 这花样的秀法 还有这说真的地方 这一看就是敏先生 独特的手法呀 宋小姐 你 不会不知道吧 是不是弄错了 这无凭无据的 别诋毁了人家 送礼物的心意 秦家 一个落魄家族 骨子里都带着低位 能教育得出 什么大家闺秀 我秦家是落魄 但在林涵市 谈起门户 还是由我秦家的一起之地 倒是一个 贯偷别人老公的三 这娇出的女儿 手脚能干净到哪里去 你说谁呢 谁跳出来我就说谁 秦夕你 秦夕 别乱讲 这苏州苏绣传承人 你先生的爱人啊 独爱着翠玉珠 所以他每间领口处 都有特定的翠玉珠 我信 您看 秦夕 你少含血喷人 真是做假的呀 秦夕 那你又拿得出 什么像样的东西 秦小姐 送明代古董瓷平一件 复春山居图一副 汉代袁又接采御诊一个 这每一件单拎出去 都是几千万的真品呀 秦夕 您要的儿媳妇 给您带来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妻子 秦夕 你是把博物馆搬来了 给你 进花香 谢谢啊 把朔玉叫来 是 博物馆 管家 带少奶奶先吃点东西 是 去吧 爸 跪下 去把交法拿来 老爷 您不能这样 少爷已经跪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去 是 是 你装短命 跟代家悔婚在先 还封杀了代家 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 你是想闹翻天吗 当初代家的这门婚事 是你们许诺殿下的 你们有问过我的想法 住口 嘴样是吧 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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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让开 伯父 你要是没消气 你就打我吧 撤下的惩罚 我替博物馆受了 别以为我不敢啊 不能打 他怀孕了 他怀孕了 孩子 是我的 你 你再 再讲一遍 我说 您要抱孙子了 快 快收起来 别伤着我们宝贝孙子了 你这孩子怎么还跑来给博弈当疼条 让他爸抽他呀 我就不信了 家里就这一个毒苗 还能让他爸抽死他了 你现在呀 可不能刻着碰着了 有什么事情 或者想吃的跟妈说 快 看看厨房今天有什么新鲜菜 准备丰富一点啊 好的 我立刻去准备 走吧 谢谢吧 就我这个肚子 说怀孕三个月也有人信 还有啊 你说你撒了这么大的谎 十月之后拿什么脚筹 拿人脚筹 清夕 我们秦家缺一个小公主 我的父母 缺一个可爱的小孙子 既然你已经撒了这个谎 不如 我们一起圆了这个谎 老公 来接你下班了 这时我不想找 那倒是一路遥 是啊